妈妈,今天我也帮家里做一些家务 哈哈,小小赛能主动做些家务,很好呢 看来我家的小小赛开始懂事了 你手机好脏呀,上面有很多细菌和灰尘 我帮你搞干净 好啊 妈妈平时就是用洗衣机来洗我的脏衣服 毛绒玩具和臭袜子 只要洗一洗就干净了 我把手机丢进洗衣机里洗一洗 爸爸,你的手表脏了,我帮你去清洁一下吧 小小赛,好啊 不过你可要小心点,别把它弄坏了 爸爸,你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务 帮你的手表洗得干干净净 各个桌子上的作业本也太脏了 也丢进洗一洗 好吧,就这些东西了 打开开关,启动洗衣机,开始洗落 小小赛,妈妈的手机清理干净没有啊 还没有呢,手机在洗衣机里,洗着呢 我的天啊,小小赛 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 小小赛,爸爸的手表清洁好了吗 我要准备出去了 爸爸,还没有呢 手表在洗衣机里,洗着呢 我的天啊,我没听错吧 我的手表,你把我的手表放在洗衣机里洗吧 弟弟,有看见我桌子上的作业本了吗 看见了,在洗衣机里了 弟弟,你闯祸了 完了完了,明天我怎么就作业啊 完了完了,看家里人的表情 我好像真的又做错事情了 不想挨揍,还是跑为上策呢 小小赛,你喜欢火车吗 小贝利亚,当然喜欢的呢 这个还用锅 那我们一起去城里看火车 好啊 小小赛,你看 火车,火车,太乖了 一眨眼就不见了 哇塞,这火车太拉风了 哇,小小赛 你看,好长的火车呢 嗯,这是我看到最长的火车呢 小小赛,我们去那边铁轨玩去 好啊 小贝利亚,你怎么在铁轨里玩呢 火车来了,太危险了 爸爸,小小赛有危险 我们救救他吧 别多管闲事了,快跟爸爸走 小小赛别怕,爸爸来救你了 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能在铁轨和马路上玩耍 在铁轨上玩太危险了 小伙伴们知道了吗 知道的话请留言关注哦 小伙伴们,快点集合到村口里来 有惊喜哦 奥特曼村长,今天你组织我们去哪里玩呀 小伙伴们,今天我们不出去玩呢 今天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奥特曼村 帮我们打预防针 哇哦 小赛罗,你这么靠近医生 打针你不害怕吗 我妈妈说疫苗里面有小士兵 可以保护我不生病 所以我不害怕,我要第一个来打 小赛罗第一个来打,只要数到三就好了 一,二,三 你看这就好了 小赛罗还是你最勇敢 非常棒,奖励你两朵小红花 谢谢奥特曼村长 我也要小红花,医生,我们也要打针 你们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打了针的小伙伴们,每个人都奖励两朵小红花 小伙伴们,你们怕打针吗 我小赛罗希望大家能留言给我哦 哥哥,哥哥你生肖鼠铺的 爸爸你鼠鼠,妈妈鼠牛,我鼠猫 宝贝,你说错了,爸爸是鼠狗的 你哥哥鼠羊,妈妈鼠龙的 你不是鼠猫,在十二生肖里面 没有猫咪生肖的呢 你鼠猪呢 考考大家,你们谁知道 十二生肖里都有哪些动物呢 妈妈,我知道十二生肖里面 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嗯,小赛罗回答正确 中华文化远远流长 早在夏朝时期已经有十二生肖了 而猫是汉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 那时中国还没有猫这类动物 自然不会将其列入十二生肖 我知道了,妈妈 小伙伴们,你们属于什么生肖 知道的请留言哦 小伙伴们喜欢我们的奥特曼故事吗 喜欢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下集再见 小小萨,为什么睡觉都要开灯呢 妈妈,我怕黑 所以我要开灯才敢睡觉 宝贝,小孩子开灯睡觉不好的 妈妈,开灯睡觉有什么危害啊 当然啊,小朋友开灯睡觉会有这几种危害 第一,不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 会影响视力发育,过早近视的呢 第二,严重影响睡眠质量 影响白天正常的日常学习活动 情绪低落 第三,开灯睡觉会减少生长激素分泌 导致生长发育速度减慢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呢 好的,妈妈我懂了 但我还是害怕黑,怎么办 小小赛,你要慢慢适应 慢慢去克服困难 你要告诉自己 我已经长大 天不怕地不怕 嗯,从今以后我就是男子汉 麻烦妈妈 你关灯吧 我不怕了 我要做个勇敢的小奥特曼 不会丢奥特曼仇 真棒小小赛,加油哦 小伙伴们喜欢我们的奥特曼故事吗 喜欢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下集再见